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 就是当你去健身房测体脂的时候 数据上显示你的体脂率并没有很高 但是当你撩开自己的衣服却发现 肚子上却还有一层脂肪 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 今天这个视频就会对你所帮助 咱们话不多说 3,2,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大家都看到最近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发视频 原因是我一直在辗转于各个城市 我之前是先去洛杉矶待了几天 然后又辗转费城 像不像 16 什么时候 紧接着赶紧在纽约又待了一周 然后回SE待两天之后 又马上飞旧金山待了四天 所以大家看到 整个这个过程都是跟NBA项目相关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具体内容感兴趣的话 之后我可以发一个合集 但是今天的内容还是就像我标题上讲的 就是有些小伙伴明明很瘦 或者简直减了很长时间 但是都没有消除自己身上的顽固脂肪 或者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所以今天这里面我教给大家用三步 来消除你身体上的顽固脂肪 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 我在美国当过了一年半的私人教练 在我当教练的过程中 其实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捡自己的肚子 尤其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说 你会看到她明明已经很瘦了 但是她还会要求让你帮她减脂 直到她想达到一个 就是说拥有马甲线的效果 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 或者你周围有这样的朋友 一定要提醒他们 第一千万不要去疯狂的练腹肌 换句话说就是练腹肌不会让你捡肚子 这个话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增肌和减脂本来就是两回事 你练腹肌和捡你肚子上的脂肪 完全是两回事 同时当你练腹肌的时候 你会做那种什么腹肌撕裂者 眉心扭转这种刺激腹外斜肌的动作 还会让你的腰有变粗的风险 第二点要马上提醒她的就是 千万不要再去疯狂的做有氧运动了 这个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理解 就是当你看到自己身体上 还有顽固脂肪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就是 我还需要再减脂 但其实恰恰相反 一般这种体脂秤上显示很瘦 实际上还会有脂肪囤积的这种情况呢 美国这边有个名词叫skinny fat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我的经验而言 不管你再如何拼命的作用 你的减脂效果都不会好 如果你是我说的以上这种情况 那你到底该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点你需要做的就是 改变你的运动方式 很多情况下这种skinny fat 或者顽固脂肪 都是因为严重的缺乏力量训练 同时不断的摄取过多的碳水 或者换句话说糖原导致的 尤其是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 每天都会摄取大量的主食 碳水等等 这个时候假如你希望用有氧运动 来消耗这些糖分 多余的糖原呢 其实效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针对这些人来说 第一步你就需要融入力量训练 每周至少一至三次的力量训练呢 不仅能够消耗你摄取的多余的糖原 同时大家都知道力量训练 会帮助你合成肌肉 但你有了一定肌肉之后呢 肌肉本身就会帮助你存储碳水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尽管你跟以前吃的是一样量的碳水 但自从你有了肌肉之后呢 你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发胖 同时另外我需要强调一点是很多女生 一想我进入力量训练我是不是要长肌肉了 其实大家看到平时那些身材非常非常好的超模 他们都有进行或多或少的力量训练 来帮助他们维持这么一个身材 而且因为女生的先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很难达到男生那样的吸收量 所以各位小姐姐不需要担心说 OK你一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恐怖 所以不管是男生和女生 如果你希望减掉顽固脂肪 第一步你要进行的就是调整你的训练机构 从想象中减脂那种有氧啊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调整到展开系统的力量训练 那话说过来第二步你需要进行的就是 改变你的饮食结构 就大家都知道当你减脂的时候 你希望保持一个能量亏损的状态 也就是你的消耗量大于你的摄入量 但咱们如果只是计算消耗量的话 就会有小伙伴问到说 那我每天只吃巧克力或者只吃苹果 只要我的这种总卡路里的数量 不超过我的消耗量 不是也可以吗 大家别觉得这种方式极端啊 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例子 其实呢这种饮食不仅不健康 非常非常难坚持 同时它对你减少顽固脂肪 没有明显的帮助 所以大家要意识到 100克的巧克力和100克这种蔬菜水果 你身体对它们的反应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咱们要改变饮食的第一点呢 是大家要尽可能的摄入这些 以营养为主的饮食 而不是那些以卡路里为主的饮食 具体减脂器吃哪些食物呢 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一个视频 还有一点大家经常犯的错误呢 就是碳水的摄入过多 而蛋白质的摄入量过少 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 真的是感同身受 因为中餐嘛大部分呢都是以碳水为主的 什么主食啊面条啊馒头啊什么等等等等 你很难涉及到优质的蛋白质 你比如说咱们的菜里面 有公报鸡丁啊鱼香肉丝 它大部分外面都裹了很多面粉 或者加了很多糖在里面 所以你没有涉及到足够的蛋白质之前呢 你的碳水就已经超标了 我现在碳水化合物呢 每天摄入是220克左右 然后我的蛋白质呢 是250克到300克左右 那我脂肪呢是在45克左右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之后可以做一期详细的视频 告诉大家男生女生该如何计算 这边根据我个人经验 如果你希望能够减掉这些顽固脂肪的话 一定要提升你的蛋白的摄入量 减少你碳水的摄入量 这样的话就会对你减脂非常好的帮助 第三点也是咱们经常被忽略的一点 就是你需要减少压力 通过调查研究表明 巨大的压力会产生一种东西 叫做corrhizal 皮脂唇 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压力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呢不仅会增强人的食欲 更可怕的是它会让人在腰腹部囤积脂肪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特别特别明显 对于皮脂唇这个东西呢 我个人感受也非常非常深 因为还记得我第一次备赛 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呢我骑尺的体重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看到我经常以前用的一个照片呢 100多公斤 所以在减脂的时候呢 我每天需要做的有氧也是非常非常多 50分钟甚至到了一个小时的登山机 长期积累的身体上的疲劳呢 导致我当时的精神压力也非常非常大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减不下去了 在那两周过程中 不管我做多少有氧 我的体重完全没有变化 当时我的教练呢发现这种情况呢 就说OK可能是你长期堆积的这个压力啊 精神压力太大了 你需要休息两天 在彻底休息两天之后呢 我再重新回来 马上就掉了将近一公斤左右的体重 所以可见 控制或者减少你平时的压力 也对你减少你这种顽固脂肪 有非常好的帮助 当然我也非常非常的理解 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不管你是上学还是上班 都明天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该如何调节自己的压力呢 比较好的方式有 比如说你冥想啊 瑜伽呀 或者是平时出去旅旅游 我个人呢 比较好的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呢 就是向别人倾诉 尤其是在每年备赛过程中呢 我会尽可能的寻找一些 跟我一起 有同样目标的小伙伴 一起备赛一起减脂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有一些烦恼 我不想做有氧 我一看到他 他可能会激励我 他如果有的时候会觉得难受 或者各种因素 导致他压力很大 他也会告诉我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缓解你的压力 因为你跟他有同样的目标 你不是一个人 以上呢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 如何消灭顽固脂肪的三步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步呢 就是你需要改变你的运动方式 从以前的只做有氧运动 到融入更多的力量训练在里面 第二呢就是你需要改变你的饮食结构 首先你需要从吃一些卡路里为主的饮食呢 到吃一些以营养为主的饮食 同时呢在保证你的能量亏损的状态下呢 尽可能的多吃一些蛋白质 少吃一些碳水 第三点尽可能的要减少你的压力 避免皮脂唇的产生 如果看我视频很久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每年呢都会进行一场剑体比赛 那今年的比赛呢 我初步定的是在8月17号 也就是还有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 也就是8周左右嘛 但这次呢我不仅是想说 是我自己要减下一个状态 然后把我整个过程分享给大家 而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 整个这个剑脂的过程中来 因此呢我跟小柯还有努努 我们三个人一起举办了一个这种 60天夏日减脂的这么一个活动 咱们这个活动的方式呢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首先我个人呢 每天都会在instagram上 发送咱们当天的训练内容 然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小柯 还有努努的三个人的instagram账号 然后每天在instagram的story里面 发送你们当天的训练呀 或者是饮食呀 或者是有氧任何内容 当然了发送完之后呢 别忘了add我们 并hashtag60天夏日减脂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一起减脂呢 就会更有动力 所以呢我希望在这60天之内呢 大家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